如果是我的朋友 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然后如果 我也喜欢这个男生 这个选择权其实在我 当我决定告诉我的朋友说 我也喜欢这个男生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把我们的友谊 放到后面了 我不是很理解 就是她为什么要找于悦聊这件事 不懂 不懂 这聊着干吗 她可能觉得于悦 对她 对罗拉有一些了解吧 给我的感觉 这个宇成有这个行为 在我看来都很 很正常 很正常 因为我感觉 因为我一时也没摸透她 也看不懂她 所以她做一个更没看懂的事 也都觉得正常 薛老师 你用经济学的角度 你分析一下 我觉得她应该去找能弄谈 然后要感觉一下局势 经济学的角度就是说 你要避免不必要的竞争 你的远处一百米外 有一袋金子 你跑 我跑 你跑 我也跑 他也跑 但我们都理智地知道 你最后能找到这袋金子的 就只有一个人 那你什么决定 你跑一不跑 就看看这周围的是谁 这当中有一个刘翔 你就不跑了 对不对 所以王能能就是刘翔 很会抓重点 你现在看上去 王能能挺刘翔的 你就要摸清楚 他是不是真的刘翔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考虑过 余悦的心情吗 我觉得他可能把余悦当朋友 因为他可能要做出一些 对表白 就是要告诉余悦 他要有行动了 对 你别到时候万一误会 或者生气 咱别尴尬 咱有相处别的 那比如说站在你的角度上 你的朋友今天跟你喜欢上的 同一个人 你怎么办 表情包同学 就是敲重点 我一直觉得 如果这个朋友的定义是 比如说是认识 过得去这种 那如果他说了这个话 那我们之间就要开始 有距离了 但如果是好朋友不可能 我教朋友第一点 就是不可以撞菜 这个太重要了 千万不可以撞菜 不可以撞菜 什么叫不可以 现在就发生了怎么样 就发生了 感受到教授问话的压力了吗 有 我来回答 老师是这样的 目前为止 我的所有朋友当中 都不会喜欢我喜欢的男孩子 我也不喜欢他们喜欢的男孩子 我觉得这个感受是 女生一开始在交往的时候 其实可以大致感觉得出来的 在讨论喜好的时候 有没有我那种经历 就是你的好朋友 喜欢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喜欢你 没有 我这就回想了一下 嗯 太厉害了 算了 那些小的事没有 你刚才那个时间 让我感觉进入你的人生拷问局 就是四面八方压力都来了 来这一天压力这么大 你说说这帮人 不大不大 这才哪儿到哪儿 尽管真不服是不是 是 你赶快回问薛老师 你说薛老师你朋友跟你 对 薛老师 那万一你跟你的 就是你现在有个很要好的 就是兄弟他跟你谈成说 其实我喜欢你老婆好久了 喜欢你老婆好久了 刚刚那是恋爱 中才去找事 我真的遇过一个 一次是这样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去一个朋友家吃饭 他们家有两个小孩 吃完饭 他们就两个在里面玩了 忽然间 弟弟追着那个姐姐冲出来了 那个姐姐说 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一个事 他说刚才弟弟在房间里说 他喜欢那个阿姨 喜欢我太太 弟弟几岁啊 六岁 那你对那个弟弟做了什么 这个故事的走向 我似乎应该问这么一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我永远记住这个弟弟了 天哪 我们回去那个场景 就如果我们两个好朋友 喜欢上一个女孩 对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还是让那个女生来做一个决定 让女生做决定 因为她才是真正的当事人 但是我觉得作为女生的角度 如果是我的朋友 喜欢上一个男生 然后如果我也喜欢这个男生 这个选择权其实在我 当我决定告诉我的朋友说 我也喜欢这个男生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把我们的友谊 放到后面了 就是我在 我可以选择不说自己消化 或者再想怎么办 但是当我把这个话 就跟我朋友说了 你说看 其实我也喜欢他 其实我觉得其实决定 在我这儿 我已经第一个做了决定 不管是不是看这个男生决定 总之友谊当中 是一定有隔阂了 并且这个是不可修复的 哪都怪这个男的出现 就是 所以男人算什么 你认为你友谊最重要 我坐那边 我们聊到最后 变成我们男人算什么 我坐这边 杀伤力太大了 这个 杀伤力太大 我们男人又怎么了 男人怎么了 男人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作为男人 这样这样 不是攻击男生 不是攻击男生的意思 就是说 有点骚啊这个 他在心里面做的这个决定 是这样的 对对对